哈囉各位客戶及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想錄這一段視頻來分享怎麼做SEM 那我們在了解SEM的操作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了解SEO的基本概念 那基本上SEM它是動態的 我們區域就是要做社區NG Marketing 就是行銷 搜尋引擎行銷 我們在進行分享這個SEM關了之前 我們先先談一下SEO 並不是自己在自己的電腦上搜尋出來的結果 就是正確的SEO牌 因為我們基本上我們瀏覽器會記錄我們的搜尋喜好 因為裡面會有Cookies 還有一機照你的國家區域 還有你的上網IP位置 都會影響到這個排序 所以我們常常在自己的電腦或是說中斷裝置 搜尋一些我們自己的網站或搜尋喜好產品 那我們下次再搜尋 若干時再搜尋一下 可以依照這個喜好再把它排序給你 所以說 自己搜尋或自己的網站 是在第一名或是前幾頁的 我們可以先透過新的電腦 我們可以去網上 甚至是透過無痕模式 但是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正確 接著讓我們來進入這個SEM的主題 搜尋引擎行銷售 SEM 那SEM介紹 我在下方單位貼 危機百貨的介紹 現在我們只要記住四個要點 在非付費廣告的操作下我們 我記得是要點就是PFAPM 做這個規劃之前我們先了解我們市場所需要的關鍵是什麼 什麼市場意思就是說 我們提供的服務 我們提供的產品 在市場上客戶搜尋喜好 當然 區域國家搜尋喜好不一樣 那我們 台灣本土的搜尋來講好了 喜好今天 整個台灣搜尋喜好是 比方說某個食品 比方說叫 杯子蛋糕 不會人家要什麼 咖啡杯蛋糕 所以說 你在做這個關鍵之卡路的時候 就必須要 使用 大眾 比較normal 就是 不是特定的 是一般常態能被接收的 一般搜尋關鍵之 可以透過哪一平台去用 我們家介紹可以用這個 Google Trends 就是Google搜尋趨勢 接下來我們就帶到這個 Google Trends 來教大家去做 搜尋 好 那我們在Google搜尋打Google Trends 這邊 會有一個 中文的這個 我們選這一個 那常說 我們 看一下 搜尋圈 搜尋圈 這邊 區域 我們選台灣 北石 更細一點 這樣看 過去12個月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的搜尋量 每個月排名有多少 好 比方說 這個最高點 這邊可以看到 2月12號到2月18號 搜尋有100次 好 這邊可以看到 每個 每個 區域的搜尋狀況 然後相關字 所以這些都是 就是 我們在 呃 在做 關鍵字的規劃 Plan的部分 可以透過這個來 來做參考值 了解 了解 Google Trends 我們怎麼做 P的部分 Plan的關鍵字 計畫關鍵字 我們在介紹 FF 就是 餵養關鍵字 那怎麼去餵養關鍵字呢 就是 當我們登入在 Google Console 就是 我們這個 網站管理員平台 經過落端時間之後 大概三天 或是 它一般都會提供給你 上個禮拜 前七天 好 所以我們依照前七天 甚至 前一個月的時間 它收入哪些關鍵字進來 我們再去持續餵養這些關鍵字 當然不是 無意義的餵養 而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呃 比方說 你在這段期間內 哪些關鍵字排名在 第一頁 或是前三頁 甚至 比較多案點擊的 那我們 在針對這關鍵字 是不是你自己本身 跟市場上所需要行銷的 內容 或是所有產品 我們再去做加強 內容的產品 這樣我們 比較建議是透過 啊 最新消息的部落格 方式來新增 就是網站內的最新消息 因為如果你在 修改到原來的頁面 比方說你動到 H2的標籤 或是 Meta資訊可能 等等 那麼 Google Console 它機器在搜尋 重新刷新之後 可能你原來的 拍名就會受到影響 那再來就是說 透過Ga 調整 A adjust 而這就是調整 我們怎麼調整頁面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Ga的報表 透過剛才的Google Console 我們可以看一下 Ga這個到達頁面 哪個到達頁面的 使用人數 還有它的 平均工作階段 時間長度 可以看到哪個頁面 有被收入進去 而且比較多人點擊 然後再來做一個 頁面的調整 當然除了我們上面 前面介紹 SEM這個 PFAP的四個步驟以外 也有透過付費的方式 比方說 像我們的 SEU優化 還有所有的 官製廣告服 都可以讓你的 網站你的 電子商 能再更 掌握有進一步的優勢 那以上就是我們 分享的這邊 謝謝各位 我們可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